2012年9月的一天,四川达州市开江县永兴镇大街。一个两鬓斑白,左眼微闭的老头正在一家自行车修理铺门口饶有趣味地看人下棋,一边看一边用手指挥,兴起时,唾沫星子乱见。 正在他笔划得起劲的时候,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突然冲进人群,从后面死死地抱住了老头,用带着福建口音的普通话说道, 就是他。老头拼命挣扎,一脸蒙圈,你说什么,我不认识你。 旁边的看客也附和说,是啊,小伙子,听口音,你不是本地人。 人家老头怎么会跟你有什么过节,该不会是你认错人了吧? 但是不管周围人怎么说,那个福建小伙子就是死命地抱住老头不放,任谁也拉不开,老头眼瞅着都给憋坏了。 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,一辆警车鸣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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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鸣而来,停在了路边,从车上走下两名警察,不由分说地将老头拷上了,年轻人冲着警察大喊,就是他害死了我妈。 老头仔细看了看年轻人的模样,心虚地低下了头。 让我们把时光拨回到二十七年前。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二日一大早。 七岁的赵永永和五岁的弟弟赵永宽就起床了,因为母亲早就答应他小哥俩,这天要带他们到镇上玩。 吃过早饭,母亲萧学琴就带着赵永永和弟弟上路了,兄弟俩蹦蹦跳跳,兴高采烈地走出家门,因为去镇上的朴素逻辑就是,又可以买到很多好吃,好玩的东西了。 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,这一次感激,竟然成为一场噩梦,两人的一生从此改变。 母子三人来到镇上,开始逛街。 由于是暑假,大街上人来人往,沿路摊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。 走着走着,母亲萧学琴停了下来,原来是碰上了一个熟人,在门脸房里跟她打招呼。 小哥俩也没听清楚对方说了句什么,母亲萧学琴抬脚进了里面。 小哥俩先是在门外等了一阵子,慢慢觉得无趣,便也走进来店里,刚一进屋,就见到了让他俩恐惧了一辈子的那一幕。 他们发现两个男人正在围攻母亲,一个揪住了母亲的头发,另一个正在用匕首从后面拼命地捅向了他。 一下,一下,两下,仿佛永远没有止尽,而母亲嘴里正吐出鲜血,头发凌乱,脸上也挂着伤痕。 衣服早被撕破,两脚光着,鞋子也不知道哪里去了。 兄弟俩在震惊之下,也茫然不知所措,他们冲上前去,趴在妈妈身上,大声呼唤着妈妈,不停地哭喊起来。 这时候的男人,早已打开了收录机,把音量开到最大,店门也被悄悄关上,任凭兄弟俩喊破喉咙,都无济于事。 即使这样,那些凶狠的大人也不允许,他们力声喝倒,再哭,再哭,把你们扔出去喂狼。 任凭他们如何吓唬,兄弟俩还是跪在地上,摇晃着妈妈哭喊不停,见此情形,大人上前狂扇了他们挤记耳光。 不顾兄弟俩的反抗,将他们抱到床上,奔着四肢,恰晕了过去。 之后的几天,男人们给他们为了掺有安眠药的食物,关进了地下室里,使得他俩终日昏昏欲睡,无精打采。 那一天,就是这一伙人贩子,在这个小镇上采取各种手段,拐走了四个儿童。 当小哥俩彻底醒来的时候,发现已经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,天气特别热,看到的景物跟家乡的也全然不同。 小哥俩当然不知道,他们现在到达的地方是福建莆田,他们的家乡达州已经远在数千里之外。 很快,小哥俩被拆分,迈到了不同的家庭。 二,他们还不知道的是,父亲见娘仨没有回家,赶紧到公安局报案,警方接到报警之后非常重视,开始紧锣密鼓地展开调查。 这时候,有人到派出所提供线索,说自己跟萧学勤是同学,当时看到他在那家门脸房前路过面,两人还打了个招呼。 警方立即出发,对那家店铺的老板蒲某进行了传唤。 普某是当地众所周知的地痞流氓,在当地公安那里早就被挂上了号,可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安装监控系统,也没有其他确凿证据,嫌疑人又选择了死不认账,此案缺乏进展,最终被搁置下来。 人贩子之所以胆大妄为,是因为他们判定孩子们年龄还小,不会长期保留什么记忆,但是这种情况也得分人。 比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孙卓和福建涛,他俩都是四岁左右时,被同一个人贩子拐卖到同一个地方,但不同于屁颠屁颠跟着人贩子欢跑的孙卓,福建涛当时就按下决心,要跑赢自己。 孙卓和福建涛小哥俩最后虽然认亲过程不尽一致,但最终都选择了双向奔赴。 早晚都会与自己的亲生父母幸福地团聚在一起,这才是人间正道,可喜可贺。 我们回过头来,继续说我们的赵家小哥俩,他们当时之所以记忆深刻,完全是因为毕竟是亲眼目睹了凶杀现场,杀害他们母亲的凶手们的模样,被惊恐的孩子深深刻在了心里。 赵永永当时才七岁,后来他慢慢忘记了家乡的名字,甚至也不记得母亲叫什么,但他对母亲的样子一直记忆犹新,对被贩卖之前的那凄惨一幕,历历在目,未敢忘怀。 在他的行团中,一直随身携带着一个日记本和几幅画。 里面记载的,全都是关于走失场景和家乡一草一幕的模糊记忆。 在日记本的第一页,则贴着他小时候的照片。 到达莆田后,养父母就隔三差五给他拍照留念,他悄悄地将这些照片珍藏下来,不为别的。 只为将来让亲生父亲可能在寻找他的时候,能辨认出他来。 他知道,随着岁月的流逝,自己会渐渐长大,自己的样子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,即使是咫尺相聚,父亲也未必能认出长大后的他,但是会清晰记得他小时候的样子。 小学三年级之后, 赵永永表现出来了对画画的强烈兴趣,他不为别的,就是为了将自己关于家乡和亲人的记忆,亲手一笔笔地画出来。 而是家里房子的样子,家里附近的河流,竹林,五龙的场景,以及母亲当天遇害时,那家店铺什么样子,也都被他画了下来。 长大后的赵永永,从事的是绘画的相关工作,浴室雕刻,在他的心中,每天仿佛都拿着刻刀,将那些场景一刀刀刻画,修正,还原出本来的样子。 只要能做到这些,我就不会找不到回家的路。 赵永永心想。 本应上初中那年,赵永永辍学了,尽管他学习很努力,成绩也很好,但是村里人好心地提醒他养父母,说他太聪明了,养不熟,怕他学到的知识太多,长大后会回老家认亲。 养父母也怕竹篮打水一场空,就让他辍学在家,让他干繁重的家务活,之后就让他到外面打工赚钱。 就这样,赵永永一天天长大了,16岁那年,他去往珠三角打工,只要积攒下一点钱,他不吃不喝,也会到那些他认为可能是家乡的城市去,尝试一下看。 能不能找到亲生父亲? 26岁那年,赵永永去一个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家做客,这位朋友的母亲非常热情,下厨做了几道菜,其中一道牛后腿腱子肉有点特别,切出来的肉片薄得出奇,就像一张纸,透过它几乎可以看到对面的人。 在夸完这位阿姨的刀工之后,赵永永顿时来了一丝灵感,隐隐约约觉得小时候自己好像吃过这道小吃。 赵永永一问,原来这位阿姨是四川达州人,这道菜是四川达州重庆一带的地方名吃,灯饮牛肉。 阿姨端出的另两盘菜,折耳根和腊肉,更是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久远记忆。 赵永永基本断定,自己肯定是重庆或达州一带的人,有了这个线索,他兴奋得几乎一夜没有睡好。 第二天早晨,他就到寻亲公益网站宝贝回家上,登记了自己的寻亲信息。 两兄弟幼年同时被拐,母亲当场被杀戮,这种戏剧化的经历,简直是人所未闻,给大家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。 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们自然是格外关注。 根据赵永永提供的灯饮牛肉线索,而是模糊的村庄,街道的毒荫,家里的五龙队,路边植物的形状。 志愿者们开始在达州和重庆一带寻找,排除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志愿者在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公安局那里获得一条重要的信息。 在1994年7月,永兴镇发生过一起母子三人同时失踪的案子。 公安局的同志还提供了更为详细的信息。 赵永永的家就在开江县永兴镇某村,父亲叫赵大夫。 比对上了。 三,2012年9月11日,是赵永永终生难忘的日子,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,来到了自己阔别19年的家乡。 父亲得知消息后,也激动异常,请了乐队,大摆筵席,在祖宗灵位面前跪拜。 在这一天,赵永永和日思夜响的父亲相认,终于找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家,父子俩相拥而弃那一幕场景,即使世界上最铁石心肠的人们看来,也会被感动。 擦干泪花之后,赵永永和父亲有一个共同的心愿。 那就是继续努,争取找到凶手,为母亲报仇,他马上跟父亲一起,到开江县公安局报了案。 在报案的同时,赵永永还将自己凭借记忆汇出的犯罪现场的场景化,一并提供给了当地警方。 回家的路上,他从镇上经过,看到了路边修车铺门前一张熟悉的面孔。 这不就是当年杀害母亲的凶手吗? 虽然时隔是八年,虽然当时的他才刚刚七岁,但是是母仇人的形象,在他的脑海里已经刻画了不下千回万回,即便是这丝化成灰,也会毫不犹豫地认出来。 于是他一边让身旁的父亲,悄悄向公安局报警,一边冲进人群,不顾一切地抱住了凶手蒲某。 警察接警后很快赶到,将蒲某带到公安局进行审讯。 在铁的事实面前,蒲某低头认罪。 蒲某共认,当年他和另外一个人贩子廖某杀害了赵永永的母亲萧学琴,并将赵永永兄弟俩拐卖到了福建莆田。 而萧学琴的尸骨,至今还埋于蒲某家房子的后院,技术人员和法医随即赶到现场,在凶手后院挖出了赵永永母亲的遗骨,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和拐卖而同罪。 最大恶极的蒲某,廖某后来被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,赵永永的所有努力终于没有白费,凶手的认罪伏法,也算是告慰了母亲的在天之灵。 根据人贩子的交代,赵永永的弟弟赵永宽也被找了回来,相比哥哥,弟弟赵永宽的命运更加坎坷,被先后转卖了两次。 第一次买走她的是一个妇女,这个女人有三个女儿,买一个男孩的目的是将来让她与其中一个女儿结婚,坐上门女婿。 由于第一任养父母经常打骂她,她多次逃跑,看到这个小孩如此叛逆。 养父母不禁十分担心,怕有朝一日血本无归,鸡肥蛋打,于是就将她以七千元钱转手卖给一个姓吴的老汉。 这位老汉亲生儿子身故,儿媳出走,孤苦伶仃的她,只好花高价将赵永宽买下用于养老,这笔钱对一个丧失劳动能力的老汉来说,堪称是一笔巨款。 而且老汉的妻子常年瘫痪在床,由于爷爷奶奶两人身体都不好,赵永宽被吴老汉的女儿带回去收养,姑姑是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,对她比较不错,示弱几初,从来没有殴打和虐待过她。 即便如此,赵永宽的脑海里也依旧保留着童年的残存记忆,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家,还有亲爱的爸爸,妈妈和哥哥,妈妈后来还出LA时,尽管记忆已是那么模糊。 离散十八年的爷儿仨终于团聚,可惜母亲已经永远回不到他们的身边。 赵永宽因为受到养父母虐待,早已跟他们断绝了关系,而赵永宽则因为与养父母关系很好,依旧保持着走动。 他们跟亲生父亲相认之后,因为父亲也早就再婚,也有了自己的儿女,后妈对兄弟俩的到来不冷不热。 甚至拒绝将萧学琴的骨灰安置进赵家祖坟,说如果这样的话他就要提出离婚。 因此,他们兄弟俩现在都与父亲赵大夫很少联系,一家人就这样,在亲情相认之后,却有各奔前程。 父子之间除了过年时的一句短信问候,几乎形同陌路。 哥哥赵永宽重新踏上南下的列车,到沿海地区打拼。 而弟弟赵永宽则北上到了首都,继续原来的建材销售工作。 倘若不是万恶的人贩子,以赵永永兄弟的聪明和坚毅,虽不见得能考取大学改变命运,但至少能与亲生父母生活在同一个地方。 祖孙三辈会经常其乐融融地相聚在一起,享受天伦之乐。 赵永永一直对已经死去的人贩子蒲某恨之入骨,那么多年的深刻记忆,并没有因为凶手的死去而飘散冲淡。 他也主张追究买家的刑事责任,这样的话,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家庭骨肉离散。 查看下一章,全部收起。